试了这么多年车了啊 我第一次开伪装车 看这个 还带着伪装的全新的mini 而人家伪装还挺好看的 是吧 花花绿绿的 现在在奥地利的一个赛道 我们是全球首饰 新mini的动态驾驶 给我们的还是伪装车 虽然这车已经发布了 没什么可保密的 但人家现在比较方便于驾驶的 就是这车 来 废话少说啊 外观都给大家讲过了 它里面做套也特好看 第一次见着伪装车这么好看 仪表台也都盖着 咱们现在就上车 搂两圈 带大家感受一下 电动mini开起来有什么区别 带大家看这车内啊 mini车标还盖着 所有皮纹都没做呢 这有测试的设备 看一地都是设备 这是它那个小中控台 这时候还都是透明的啊 还没有做好那个量产的样子 看这仪表台还都拿这玩意盖 这出门停车都得盖好了 不能让VAM狗仔队拍着 是吧 看文板都盖 出发新mini着车证 一拧 就ready了 然后它这个不同的模式在这调 这个是运动模式 还音乐啊 经典老mini的仪表 然后地档是在这 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跟着它是吧 对 走 这开着很轻快 这车 比燃油的要轻快 无论油门还是方向 但是一过去弯来 明显还是mini那感觉 就是有韧劲 而且拎着轱轮走 前轮离方向盘很近 就是它的关联性非常强 很精准 这么一种感觉 电动的好畅快 我弯 走 这地特别滑 大家看 刚才这样速度都能推 这个车的 湿滑弯道里的抓地力和操控性 我觉得比油的要强 来自两方面变化吧 一方面电池的介入 却让车底盘更重 重心更低 另外一方面就是电子系统 它的介入 刚才教练在上车之前讲到 说这车如果你推头了 转向不足了 电子系统会让刹车提前的介入 帮你恢复抓地力 多了很多这种智能化的东西 所以让这车的操控性 实际上更好 开起来 总体来讲 比油的要舒服不少 方向没有那么沉了 底盘支撑没有问题 我感觉隐约感觉也没有那么颠了 但是我跑的是赛道 它特平 所以颠起来什么样 咱也不知道 总体来讲 还是非常卡定车的 非常好玩的一个车 因为毕竟电动的布局 它其实比原来的 横置前驱的布局要更合理 是吧 重心更好 还是很不错的体验 全新的电动mini 全球首饰 大家看到的时候已经年底了 我其实实际上现在是9月初式了 这也是职业生态中第一次试全伪装的原型车 咱们共同期待这个车量产上路 在这按P 停车 然后灭车 mini变成这样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